來看到極佳投入補選的立委 顏寬恆召開了這個反萊豬的記者會 控訴對手林靜怡 還有臺中市議員陳世凱 意圖透過宣傳的刊版 來誤導民眾反萊豬就是反美豬 可能會影響公投的結果 顏寬恆一早是來到了 臺中地檢署檢舉告發 他說公投是反對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不是美國來的豬肉 而林靜怡也回應了說 要顏寬恆不要玩 問此遊戲 請不要用這種很下山爛的方式 就是要讓民眾反美豬就是反美 就是操作這種族群分裂 這是非常沒有智商的作為 踢到公投第十八案 眼寬恆火力全開 把炮火鎖定林靜怡的宣傳看板 他們在選區內的看板 用這種詐欺的手段來誤導民眾 已經觸犯公投法第35條 林靜怡為在烏日大渡地區架設的宣傳刊版 宣傳公投其中一項就寫下反美豬 顏寬恆陣營說公投案是反萊豬 不是反美豬 公投的主文沒有美豬 這個字眼認為宣傳刊版的寫法 混淆民眾違反公投法 一早向中簡告發 林靜怡陳世凱違法 我建議國民黨不要玩這種文字遊戲 同時間人在南投跑行程的林靜怡 反拼言寬恆是在玩文字遊戲 要國民黨把立場講清楚 要是反萊豬臺灣受到國際貿易懲罰 還質疑要反萊豬嗎 所以國民黨現在不要跟我們玩什麼 美豬來豬的文字遊戲 請國民黨說明清楚 你們明知這個公投會造成 臺灣的國際貿易障礙 跟國際關係障礙 所以你們還是硬是要通過 你們還是硬是要推動 你們對臺灣到底是什麼主心 顏寬恆 林靜怡從地方立委選舉 一路另闢陣場到國家公投案 雙方隔空交火 互不相讓 華為宣傳媒 紅年會 周大祥 臺中南投採訪報道